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 外蒙古是世界第二大的内陆国家 面积是156万平方千米 生活在这里的人口有300万人左右 而乌兰巴托是外蒙古最大的城市 外蒙古除了乌兰巴托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之外 其他的城市规模都很小 甚至都赶不上我们国家的一个县城 在乌兰巴托生活着140多万的人口 占了外蒙古将近总人口的一半 其中大多数都是年龄在45岁以下 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打工者 该城是世界上年轻人占比最高的首都 因为只有乌兰巴托的工业体系 才能够支撑起年轻人的打工梦想 因为我们都知道外蒙古是一个畜牧业国家 工业体系非常的落后 这也导致了当地的牛羊肉非常非常的便宜 在乌兰巴托一斤羊肉的价格大概在6元左右 这个价格仅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八分之一左右 所以说来到外蒙古吃羊肉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 然而这里的水果和蔬菜却是天价 因为这里的水果和蔬菜大多数都是进口的 在当地一斤苹果的价格将近12元左右 比羊肉还要贵 像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也是极少数的 乌兰巴托的收入是全蒙古国最高的 大多数人的月工资在1200到3100人民币之间 能超过3000以上就在当地属于高收入了 所以在外蒙古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来到乌兰巴托上班或者是打工 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兰巴托的人数会越来越多的原因 改 honors 莓兰巴托ных